感谢金尼Z 张熊熊 曾于瑶 林一群 沃克维子Alias 小伴对本频道的激情支持 柯南QA第一期 为什么会有TV版和海外陈本版两种版本 因为播放时长超过30分钟的比如一个小时 两小时 2.5小时的单集剧集 我们一般称之为特别片 比如前面我已经讲解过的月光宗明曲《杀人事件》 《雾天狗传说杀人事件》 诅咒假面的冷笑 通往迷宫的入口 巨大神像的愤怒等 都是非常精彩的剧集 而外国在引进时 会将其拆分成为单集为20分钟左右的常规剧集 原因在于以下两种情况 一 常规家常版特别片被拆分 以便清算版权费用 二 不计输日本原版集数的剧集被计输海外版集数 因为一是主要的情况 海外版集数也就被称为拆分版集数 《雾天》到底是什么梗 《雾天》并非引用自乡村爱情故事里面的赵雾天 而是TV5时图书馆杀人事件的受害人 《雾天》河南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集 也是很早就制作的一集 所以在后续的作品中 经常被拿来客串一些受害人 凶手 或者是名字当中带甜的角色 有时也会故意安排给无关紧要的角色 用以迷惑大家对凶手的判断 同时 我也注意到了有一些小伙伴很喜欢这个设定 以至于调侃到没有预调看不下去 同样的 也有一些小伙伴很不喜欢这个设定 认为听到这两个字就想关视频 对于这么一个带词观感分化这么严重是我所料未及的 后续我会尽可能照顾双方小伙伴的需求 马丁可不可以创建个播放列表 把柯南所有解说放进去 创建列表可以自动播放下一个 一个一个选视频太麻烦了 打开我的频道 滑到最底部 会看到一个马丁带你重温名创探柯南的播放列表 这里就是所有的柯南聚集了 目前是按照发布时间来排序的 对于有按照聚集编号 也就是TV号顺序播放需求的小伙伴 目前有按照年份划分的播放列表群 里面的视频内容都是按照TV序号排序的 到时候可以直接播放自己喜欢的年份就可以了 PS 结尾的几集可能顺序不对 我每隔一段时间才会把新加进播放列表的聚集 进行排序 排完顺序就是正确的了 小伙伴们点播的视频的制作情况 点播的视频已经发布的就不说了 就说还没发布的 由SlateGrey小伙伴点播的TV222-224集 人鱼失踪记 目前已经制作完毕 近期就会发布 由彭世伟小伙伴点播的TV187 黑暗中传来的神秘枪响 和DICE椅子13小伙伴点播的TV217-218集 木木警官陈锋的秘密 这两集文案已经写完 本星期就会把视频制作完成 可能下星期或者下下周就会发布 剩下的这些点播聚集还在进度表中排序 但大家放心 一定会优先制作 这个节目形式后续会以每月一期的频率进行更新 小伙伴们在评论区里比较有趣的一些疑惑会记录下来 视频的前半部分统一解答 后半部分会通报一下小伙伴们点播聚集的制作进度 以及对频道会员的鸣谢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最后的最后感谢小伙伴们一直以来的激情支持